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要带大家看的 是一部由纳塔利·波特曼主演的爱情片《芳心何处》 娜娜是一名不太幸运的女孩 只要是与数字五有关的一切都会给她带来厄运 她在五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也弃她而去 年幼的娜娜便在一辆拖车里度过了童年 如今17岁的娜娜遇到了男友小渣并未婚先孕 不想负责小渣将她丢到超市自己跑了 那一天正好是星期五 娜娜没有亲人可以依靠也没了住处 好在一名善良的兄女给了她一棵七叶树 无处可缺的娜娜只好住在超市里 她夜里偷偷溜进超市 然后在天亮开门前溜出来 白天就带着七叶树四处前逛 抛弃娜娜的小渣又勾搭了新的女孩 没想到女孩竟是一名小偷 小渣被送进了监狱 时常被欲为欺负 一天夜里娜娜的腹部忽然传来一阵剧痛 一个人影破窗而入救了她 醒来后的娜娜已经躺在医院 并顺利产下一名女婴 医生告诉她是佛妮为她接生的 而她则因为在超市生下卖场宝宝鸣生大造 媒体报道之后 商场老板捐给娜娜一笔钱 娜娜妈妈也找到了她 并宣找给她一个家 正当娜娜开心之时 妈妈却卷走她身上的钱再次离开了 还好善良的修女又一次出现 并接纳了她 商场给娜娜提供了一份工作 佛妮还为她找来了很多书 娜娜也一步步朝着摄影师的梦想前进 但两年后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了小镇 女儿在废墟里寻找着自己的小熊 而娜娜则拿起摄像机记录了这一切 这张照片让娜娜在摄影界展露头角 她朝着自己摄影师的梦又进了一步 修女在风暴中丧生 她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娜娜 娜娜用这笔钱修建了一所小屋 与女儿平静地生活着 出狱后的小渣被一个经纪人看中 当起了小明星在电视台演唱 佛妮的姐姐在车祸中丧生 人们猜测她一定会回到大学中继续学习 但深爱娜娜的她却说 愿意为了她和孩子留下来 去塑胶厂工作 娜娜觉得自己配不上佛妮便拒绝了她 失意的佛妮只好回到校园继续学习 与此同时 事业刚刚有点起色的小渣 因为抄袭被老板吵了 晚上她醉酒后被火车压断了双腿 娜娜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后 去见了小渣一面 小渣十分懊悔 凭告诉娜娜要懂得珍惜 不要失去了之后 再后悔 这时娜娜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佛妮的感情 她去了佛妮的学校 并向她表明自己的心意 最终二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这是一部适合自己在叶里安 静静欣赏的电影 她的节奏不快 却能触动人心 娜娜遇到了很多苦难 但她一直都乐观又坚强地生活着 这份坚韧也使她打动了佛妮 最后收获了自己的幸福 好了 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并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